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到处可看到俄军遭到轰炸 冒出火光与黑烟 这是乌克兰军队公布在19母地区击退俄军的画面 其实从19母到北方哈尔科夫一带 俄军都在遭到痛击 不得不回头重新部署 保护他们的补给线 分析表示俄军从北部进攻时 一开始有22个迎级战术群 但南下到19母后只剩下10到12个 根本无法支撑进攻方该有的兵力优势 外媒记者走访收复的乌克兰村落 居民秀给记者看俄军放火烧毁他的商店 当地除了能看到俄军进行的破坏 也能看到他们败退的痕迹 而从基辅搭火车 约25分钟能看到伊尔平和 这是两个月来首度有客运火车通过河上桥梁 还能看到旁边另一座铁路桥 穿着橘色背心的工人正在努力抢修 乌克兰铁路是难民逃亡 跟运送物资的主要通道 最近也成为俄军轰炸重点 开战以来已经有超过100名铁路工人丧命 但许多人在俄军的炮火威胁下依旧坚守纲位 努力让乌克兰的运输生命线持续运作 TVBS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